好是從這兩天拜登民調破底來到37個百分點 但是川普的動作一波比一波大 最新的動作直接要跟科技霸權對著幹 然後借殼上市了這一個DWAC公司 這個公司本來股價很低 昨天晚上說川普要跟他們合作社交平台之後 股價立刻暴漲了將近四倍 沒錯事實上川普的這個動作告訴你什麼 他應該會再戰2024的美國總統 同時之間他藉由一個新的這個所謂社交平台 他準備要跟現在的臉書還有推特等等 過去把他從這個網路上剔除掉 他要跟他們挑戰 好那主要是發生什麼事呢 是川普有一個這個媒體科技集團 那代號叫做TMGT 他昨天發布了一個消息 他就說我們有一個新的社群媒體 叫Truth Social這個社群媒體 我們準備跟美國另外一家公司 叫DWAC公司要合併 那變成是上市公司 同時之間未來 除了川普自己的這個可能他的 這個說話在這上面之外 還會推出所謂影音的隨選視訊的服務 就像你講說哇 這個DWAC就變成是昨天晚上美股的標股 他其實開盤的價格是9.559.95塊 就轉來不到10塊喔 直接拉到40多塊 最後收到45.5 那上漲的這個這個幅度是357% 所以昨天如果一早跟著川粉 現在都可以賺錢 對沒錯你就知道說川普的威力 哇不只是說能夠號召川粉 甚至還可以這個影響到股市啊 好那他這個目前呢 他整個平台上市的上市上線的時間呢 會落在明年的大概約末年初的時候 會比美國明年的期中大選 大概早約半年 所以這個時間點可能落到 3月4月左右這個時間點 那因為為什麼川普要這樣做呢 事實上川普在過去一段時間 他在這個推特上面最高的時候 曾經有8900萬的粉絲在追隨他 那可是問題是 他從這個今年年初 這個去年年初這個選完舉之後的 一些這個動作之後呢 他就變成是 他這些所有的這個粉絲 他都被剔除 他被網站剔除之後 就沒有辦法在網路上面發言了 所以這些網路的這個資源 他想要重新回收 然後另外一個原因是 因為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最近美國的很多消息啊 臉書被他炮轟的很慘 包括說他很多這種所謂的 這個所謂隱密性的這個問題啦 甚至他是不是有介入所謂 政治的一些問題 被人家炮轟的很慘 誒這時候剛好是我可以 假借這個名義呢 跟這些所謂的相關的 挑戰的一個時間點嘛 所以他等於是說 他有說嘛 我要跟這些所謂 科技巨撥的暴權抗爭嘛 他昨天講得非常清楚啊 他說 我們打造所謂 true social這些事情啊 我們是為了要抵抗 科技巨頭的暴行 他說我們活在一個 塔利班和推特 大肆大肆橫行的世界 然後大家最喜歡的總統呢 卻被噤聲 他說這個是 沒有辦法令人接受的事情嘛 所以他這樣一講話 當然很多人就開始 就跟著他 follow他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為什麼這樣說 事實上在他過去四年的 這個總統任內裡面來說 他到底都會用這個網路平台 他一共發了 三萬六千多者的推特的訊息 你看四年之間 那另外一個 他當時有八千九百多萬粉絲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常常利用這個平台 去發表一些重大的言論啊 甚至一些人事的這個狀況啊 所以他在網路的這個活躍度呢 真的有利於他鞏固 他自己本身的人氣 但是你知道這個總是會有人來搗亂嘛 他這個True Social的這個測試板呢 馬上就有了 駭客就說啊我們已經找到這個 True Social的這個 這個所謂這個你們的版本 那我們可以自建這個帳號啦 那同時之間還有號稱匿名者 就說我們已經駭進去了 然後我們可以做很多東西 而且他說我們玩得很開心 所以看起來的話我覺得 這個對這個媒體來說我覺得是好事 就是越多人 這個對美國媒體 美國社群平台 跟美國政治可能都會有影響 對沒錯 因為如果川普幾千萬都追隨他的話 他這個平台立刻有幾千萬的 這個Client database 而且有基本盤 是就越炒越熱之下 但明年上線之後 我覺得他的這個爆發力 我覺得蠻值得大家觀察的 好那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川普會在這時候做這個動作 我覺得主要原因是他看到了機會 因為最近很多這個媒體的這個民調 都告訴你說 拜登的支持度在往下降 特別是說最近的公布的民調說 拜登的支持度只有37% 那因為他們目前有一半的人認為說 他處理的問題 他不認同他的這個狀況 包括說處理移民的 只有27%認同 處理經濟只有36%認同 那另外一個在民調之中來說的話 在之前的民調 特別是獨立選民 不是屬於民主黨跟共和黨 他這是其實是決定他們 總統人數屬於誰的一個重要關鍵 之前是54對41 拜登有優勢 但現在反過來是28對45 所以對川普來講的話 他當然是看到這個可以打敗 這個所謂的拜登的機會 而且在目前為止 共和黨大家都要他出來 所以當然川普知道這個事在他這邊 那在美國的風雲人物是川普 另外一個全球風雲人物是馬雲 而且媒體追蹤到馬雲在西班牙的影像 這張照片是路透社發出來的 他脫下口罩 他直接拿著球桿藥灰桿 那為什麼他去西班牙 郭文貴的爆料是說他去賣船賣地賣公司 那賣著把這些錢弄回去 好是從剛剛看到網路上郭文貴爆料 他說馬雲到西班牙主要是被壓著去的 壓著去的關鍵要去賣船賣地賣公司賣股票 然後把錢拿回來 沒錯我們剛剛說事實上這個媒體都在報導說 他到西班牙去 那西班牙是馬洛卡島的這個小島上面 剛才媒體有報導 包括說他去那邊打小白球 然後跟他去的有一些中國的 如果一般媒體的報導是說 有中國的一些商界人士 還有中國的一些他的保鏢跟他一起去 然後他登上他的這個遊艇 這個遊艇叫做禪號 那這個遊艇一共花了他約莫折合新台幣 是56億新台幣 他是今年4月才完工的 在荷蘭下水 但是因為他沒有時間去玩 他終於有這一次有機會了 登上他這一艘遊艇 超級遊艇 那除了登上這個超級遊艇之外 還有人說他下了這個島去打 你看就是這個遊艇 這遊艇有56億台幣 你就知道這是多豪華的一個遊艇 那除了這個去打球之外 聽說他也去考察 包括農業啦 還有一些環境科技 這是媒體一般的報導 但是呢 郭文貴的爆料就不是這樣 郭文貴就說 他其實這一次去 主要是說那些所謂的旁邊的富豪 那沒有啦 他說那邊的那些人就是中國的公安 中國的國安部的這個國安人員 還有中國的銀行專家 他們組成了二三十個人壓著他去 他說為什麼要壓著他去 因為他有很多海外的資產嘛 那為什麼馬雲會聽話 因為馬雲的28個家人呢 現在已經被作為人質 所以馬雲只能夠聽話 就到那個地方去 因為我們主 我們知道說其實馬雲的資產呢 大部分都在海外 包括說之前的潘朵拉文件 曾經有報導過 他說他在香港跟這個蔡崇信 有非常多的帳號 那甚至呢 他在海外也有非常多的這個帳號 所以他就說這一次去呢 是要他去西班牙或是來香港 處理一些東西 包括說你目前現有的股票 你要把我這個 講清楚在什麼地方 那現有的這些資金 甚至現有的房地產 現有的船 搞不好他登幾次之後 搞不好這個船就要賣掉了 不一定 好他說 所以這就是這樣 然後此外他說 他很擔心馬雲的下場 因為他說馬雲的下場 很有可能會跟海航的王健一樣 我們知道說海航的王健 最後是墜樓而死 應該是墜落一個小平台而死 在海外意外墜樓而身亡 對就是拍照的時候就意外身亡 那他會不會這樣 那當然他就說 他覺得對他很悲觀 他說有可能會被拿到這個 要嘛就在中國軟禁 要嘛就是到某個歐洲的國家 被關起來 他的說法是這樣 因為主要就是因為 他跟江澤民系統走了非常近 除了這個 他講這個馬雲之外 他還講很多的一些秘辛 包括說像馬雲 王健林 許家印 馬明哲都被抓到很多次 他甚至還說江志成 就是江澤民的孫子 也被抓了兩次 所以他就說 其實目前習近平正在 不斷的在清洗政敵 另外一個他還講到一個重點 他說其實習近平一直很在意一件事 那叫做三馬亂滑 那什麼叫三馬亂滑 就是說 這個宋平有跟他說 就是說三馬其實 已經搞亂我們很久了 這個事情了 那三馬就是馬雲 這個以阿里巴巴為首的馬雲 另外一個就是騰訊的馬化騰 另外就是中國平安保險的馬明哲 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們三個都是富可敵國 然後一個人在網路世界 然後一個在這個網拍的這個領域裡面 一個在銀行體系裡面 三個如果繳在一起 那我們知道其實他們三個之前 有合作過嘛 一個這個中安保險在這個香港上市 所以顯然他們是後面代表 就是過去的一些江派勢力 還有商界勢力 三個人繳獲在一起的話 當然會對習近平形成很大壓力 所以習近平是相當擔憂這一點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我們要講 前一陣子不是有這個胡舒立 就是說中國的財新嗎 他在微博上面po了一個 這個豬頭的這個照片嗎 就沒想到 po了這個豬頭的照片之後 沒多久 他們這個財新網似乎已經不能夠再經營網 經營這個新聞媒體了 因為根據中國的白名單裡面來說 就是你可以發出新聞的這些名單的媒體裡面 財新就已經被拿掉 所以一下之意就是說 難道你真的是因為你影射習近平之後 就被這個除名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在二十大之前 中國還是有非常多的心風邪雨 會持續發生 好我們稍後回來